亞超大巨港亞運 女族銅牌戰 中華隊碰上勁敵南韓 中華隊自從1998年曼谷亞運之後 再度闖進四強行列 期待關鍵戰役能夠復仇 小組在一球不敵砲蔡俊桶之仇 而上一屆的人村亞運 中華女族第七名 南韓則是拿下銅牌 這一站開在第四分鐘 南韓女將就攻到了門前 第十四分鐘 換中華隊的劉全員被犯規 獲得自由球的機會 可惜隊長王湘惠也沒有開好 而比賽幾乎到了十八分鐘 南韓隊禁區十八馬左右的騎腳 持笑然幫助球隊 限制隔練 橫桿到第三十一分鐘 南韓隊的李清明掌握門前 得分機會 讓戰況來到兩球差距 上半場南韓隊十次射門 五次射陣 成功對信兩球 讓中華女將下半場追分壓力更成正 第五十五分鐘 得分箭頭余秀金 出現不錯的機會 可是抹手踢飛 第六十九分鐘 落後的中華隊出現更不利的狀況 門生蔡明文的撲就 腰部不適 表情痛苦 防護員趕緊上場治療 而擁有兩球優勢在手的南韓隊 第七十六分鐘 真沒球心禮物嗎 抽捨建功 拋彩雲團來到三比六四 六分鐘過後 南韓隊這個傳球 編繩沒有矩席越位 一個頭錘助攻 持有紋米露 讓比賽來到四球差距 中華隊更無力追趕 整場比賽控球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八落局下風 南韓隊二十六次射門 十一次射陣 讓中華隊的防守疲於奔命 中場中華女將 零比四吞下了敗仗 無緣銅牌 但等了二十年重返四強 還是要給女豬的球員掌聲鼓勵 我來提示三昌紅化軍 綜合報導